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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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段我们先把它稍微消闻一下 它说与诸境上心不染 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 你一定会接触到所有一切的境界 我们的六根一定要攀源这一个六境 一定要去接触 因为你有生命 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一定要跟外界有所接触 所以但现在问题在这里 你在诸境上就是色身相畏触法 这个六境里面这个叫诸境 在诸境上心不染 不是要闭着眼睛 塞住耳朵 不要去圆这个外境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当你在圆外境的时候 你的内心不受到外境的污染 为什么不会污染 是你已经了解到外境 色身相畏触法 都是圆起的 都是无自性的 是虚幻的 虚假的 没有一向是实际存在的 因此你在诸境上的话 你内心也不受到它污染 你不会去执着在外境 所以你发现到一切的外境 通通都是虚幻的 都是虚假的 你根本就不会动恋 所以那个心不受到它污染 也无恋 这样子叫做无恋 因为你的心不会起那一个贪恋 还是悟恋 悟就是厌恶 我们一般的人看到好的 心中所喜爱的 会产生爱恋 会产生执着 那么那一个是有恋 如果说 这个境界是你不喜欢的 那么你违背了你内心的那种心愿 那么这个你就会排斥 那么会产生悟恋 悟就是厌恶的悟 你会排斥它嘛 排斥它的话就要舍 那心喜的时候就要取 所以取跟舍 你内心都有一种贪恋 一种排斥的恋 那么这个就是有恋了 现在讲到无恋一定就是说你对这个外境已经不受到它的污染 就是说不会有欣喜也不会有厌恶了 那么这样子无取无舍这个叫做无恋 好 再看下来 与自恋上常理租境 不与静上升心 这个就是说你 在你的自己心恋上经常要离租恋 那个离就是脱离 不受到租境的影响 不受到一切万法的牵引 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你通通内心不动的 所以这个叫做常理租境 那个离不是跳开 不是不去圆它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圆了这个外境的时候 内心不起恋 内心知道说这个是缘起的 是性空的 你压根就不会动恋 所以这个是常理租恋 不与静上升心 就是在这个境界上面 你不会动恋的 若子百物不失 这个就是促修佛法的人 如果你对于一切的万物 百物就是所有一切物 通通不动恋 不细想它 心如止水通 就像石头一样不会起恋 恋尽除雀 所有的恋头通通除掉了 好 一恋绝即死 一恋绝就是已经断绝了 那一个恋完全是停止不动的 就像石头木头一样的 那么这样就等于无情 所以一恋绝的时候 恋绝就死了 死的那一个死 不是我们现在讲到人 死掉的那个死 这个死就是你的心已经死了 等于就像人没有生命一样 一恋绝即死 别处受生 别处受生不是讲到说你现在死掉以后 又到别的地方去投胎又去轮回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别处受生就是当你心又圆到别的东西 别的恋头会再产生 那个叫做别处受生 因为你要知道佛家所讲的 尤其是禅学所讲的那一个恋 是讲你内心的心恋 他的生跟死 不是讲到你年老百岁以后 会死会去脱胎的生 不是 这个生跟死是讲到你内心的生命 那一个叫做死跟生的情形 好 事为大错 你这样子就错误了 非常严重的大错了 好 下面就接到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好 学道者失知 好 你这个学佛的人 你要仔细的思考 若不是法义 自错有可更劝他人 就是说你不是法义 你不懂没有认识到这个法的真意 也就是说你没有见性 没有开悟 你没有见到法的真相 这个实相 你没有去原道 没有去了解 这个是不认识到法的真意 就是对实相蒙灭了 这样子自错有可 你自己错误还尚可以 你要把这种错误再劝别人 更劝他人的话那就更严重了 好 自迷不见又忘佛经 你自己迷惑了 没有见到这个道 这个叫做自迷不见 然后又忘佛经又毁谤 毁谤这个佛经 说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子 佛经讲的是错误的 要这样子才对 这个叫做忘经了 所以立无恋为宗 因此我禅宗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无恋当着宗旨 第一个是先建立这个无恋 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刚刚讲过了 所谓的无恋就是在一切的境界上面 你不再产生身心动恋了 你发现到它是无自性的 是性空的 你内心不动的 所以无恋 这一个是以无恋为宗 好 下面六祖还要再解释 他说善之士云和立无恋为宗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无恋作为他的宗旨呢 好 只愿口说见性迷人 于境上有恋 恋上便起邪见 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 这个意思就是指缘 就是指是因为有一种人 口说见性 嘴巴讲我开悟 事实上他内心是迷惑的 这种迷人就是迷惑的人 很多人就是以为说他自己开悟了 事实上他说不定不是在骗人 他误会到说我真的是开悟了 我见性了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叫做迷人 只是嘴巴说说而已 好 于境上有恋 因为这种迷人在境界上他还是有恋的 看到了种种的境界出现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心喜 有厌恶 那种恋头会产生 这个好的我想要 这个不好的我不要 这样子的话就在境界上有恋了 恋上变起邪见 在这个有恋的恋上面 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邪见出来 那一个邪见就是 我们现在说的其实就是自性质 你认定他是有实在性的 好的有认为他是实际存在 真的是好 不好的你厌恶他 你认为实际上他就是很可恶的 那这个就是一种邪见 其实邪见以这一点 然后再延伸出去的时候 那个邪见更大了 好 那么一切成劳妄想 从此而生 所有的这一个成劳 其实成劳就是人的那种烦恼 还有以及妄想 就是从这个地方伸出来的 人本来没有什么 本来是清静的 现在因为你在静上身心的时候 产生了邪见 然后蜂涌而至的就是这些排山倒海的这些成劳妄想 就一直来远远不断的 那么这个就是烦恼就痛苦了 好 这个在佛在禅学里面这个叫做生死 我们禅里面所讲的生死是指生死心 生灭心就是指这个地方 而不是指人死了以后 那个叫做死 去投胎以后又出生那个叫做生 不是的 禅学所指的生死是讲你的心念的生灭 一定要搞清楚 解脱生死就是解脱你的生死心 而不是解脱人不会死 天下所有的众生有生必有死 不可能没有死的 连佛陀也一样 他既然有出生 他必定有死亡 所以他在那一个双灵树下就入灭了 所以这个解脱生死不是解脱这个出生跟死亡 而是解脱我们的生灭心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搞错 好 性本无一法可得 我们的自性 这个实性 他本来就性空的 没有一法可得 不可能有所得的 好 若有所得 有所得的人 还很多 一般学佛的人 会认为我已经悟道了 我有神通的 我看到什么的 我遇到怎样的 我有什么境界的 我达到地几地的 我经常听到 他们自己说到他是菩萨帝的 第七帝 第八帝 怎样 有这样子的说法 好 这个都是有所得的 好 这样 然后呢 还忘说 或福 对人家会讲到这个 你什么时候 会发生灾祸 灾难 什么时候 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 这个通通有一个欲言欲知的能力 这个就是忘说 或福 其实 那些以为自己得到了神通 有欲知 先见的那种能力 就是有一种来连通的 很多人就是认为 你学佛学到后来 有这样子的天眼通 天耳通的能力 我告诉各位 那一个是走磨了 已经走磨了 你不要这些东西 即使你发现到 有这个东西境界出现的时候 你要积极把它放下 不当一回事 它就不会再来了 那些欲感欲知 就是三天以后发生地震 还是有发生火灾 发生什么那些 即使真的出现的 你一定要赶紧放下 不然的话 会掉入魔界里面 永远都在搞这种神通变化 有什么欲知之能 会给人家看因果 看什么 而变成这样子 那你的境界 永远就会停滞在这种层次里面 给人家看因果 看什么医病 就是这样子 那你不会更高 那个意境不会更深入了 好 性本无一法可得 他现在讲到你这一个自性 本无一法可得 没有你自性本身是性空的 没有一丁点东西是可得的 现在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开悟了 那个物境 他会发生它 它是一片的那种光 那个光很强烈的光 还是很柔和的光 不管它是什么光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有所得的 认为我看到它光 看到它佛性 佛性是什么样子 佛性是什么 金色的还是怎样 反正那些东西 通通都是幻觉幻境 本性它是性空的 不可能有任何的法可得 你看心经不是讲到 以无所得故 无所得的缘故 所以因为无所得 我才能够正那一个菩提 好 我们现在看下来 若有所得 望说或福 如果有所得的话 你会进一步 感觉到自己有神通了 我已经通达了 认为说我通灵了 我以前有一个同道的那种道琴 他原来跟我们不同组 他另外高雄的一组 师傅就介绍他来听我讲经 那时候我好像在讲能源经 我都忘了 他来听经 他来的时候 用小货车 乡行车那种 载他们的家属 一车来 差不多八九个人 浩浩荡荡的来 我们称他叫做林家班 他姓林 好 结果呢 听差不多有半年 结果他 被拉去那个一个公堂 那个官庙那里面 去学那一个神通的 他们在打坐 打坐了以后 真的会气动的 啊气动以后 不久以后 马上有灵感他就来了 他会预知有预感 然后里面他的弟弟跟我讲 他说 我们佛教里面 念那个拿摩阿弥陀佛 是念错了 那个拿摩阿弥陀佛的前面 要加上 叫做天元 拿摩天元 阿弥陀佛才是正确的 所以他就 在每年念佛的时候 都加上天元阿弥陀佛 拿摩天元阿弥陀佛 都是这样子念的啦 你看喔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那个已经步入学徒了 我就告诉他说 你要小心喔 佛法经典里面所说的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离开这些 所有一切有形有相的 佛性本身是无一法可得的 你现在想得到了通灵有神通的 他们在作禅的时候 做到一阵子以后 马上就会动的 他就气动嘛 气动以后 他随着那个气动里面 产生灵动灵动以后呢 产生的就是感应了嘛 他 还没有发生以前的事情 他会预知有预感 他那个力量很强 不是小小的很强的力量 在推动着他 那么他就随着他跑 随着那股力量在跑 不是外面 都是他里面产生的 他认为是外来的灵力 外来的那个什么神 力量来牵引他 他都认定是外在的那种灵 事实上完全是违心所现的 那个你气动以后很自然 他就有这种现象会发生 后来呢 他家里在开那个那个 一个不是这个一个什么堂 我那个名字我忘了 反正就开了一个神坛 在专门给人家看 看这些什么治病 看什么因果那一类的 所以这个就是 旺说或福 类似这样子 你一生就完蛋了 你没有办法进入到清静无为 本性 这个自性本无一法可得的那种境界 你没有办法去亲政 你会停滞在那种 那种灵验灵感里面 他会以为说佛本来就会这样子 其实我们你大家你一定要搞清楚 佛经里面有很多这些感应神通的事情 都有记录嘛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佛经里面的这些记录 就讲到佛的那种神通感应的这些记录 通通都是宗教文学 是一种文学的一种记录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是宗教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你把它认定是真实的 你照他所说的去理解他 这一个称之为一文解义三世佛缘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到那些 所有一切的神通感应 通通都是一种宗教文学 那一个宗教文学 是所有通于所有一切的宗教 这个所有凡是世间 所有一切的宗教 通通有这种神通变化感应的现象发生 因为有这一个现象发生的时候 众生会相信 看到这种神迹 大家都会蜂拥 而自然后会围绕他去听他的 佛陀出现在印度 印度是一个神秘最浓厚的一个国度 全世界里面 讲神秘经验里面最浓厚的一个国度 但是佛陀成道以后 佛陀他就发现到 真正的 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那个自信本无一法可得 完全都是虚妄的 这些都是假的 那么佛陀 什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他就告诉 他说 一切万法都是信空的 都是元旗所产生的现象 唯心所现的一种幻境 那么在这种种幻境里面 佛陀并没有排斥他哦 还是照样有这些神奇怪异的感应事迹 神通变化通通在佛经里面出现 但是佛陀把这些神通怪异 类入到这个宗教文学里面 里面有表法 所谓的表法就是说 它是一种象征性的 它有寓意 这个欲 它有意义的 因为为什么要有这种神通变化呢 因为你达到了自信的那种境界 见到见法 已经开悟了 那么这一个神秘的一种经验 这一个经验呢 只能够唯有自知 自证 而他又是离开了所有言语 文字 都不能够表达嘛 那怎么办 那么佛法呢 为了要表达这一个境界呢 就利用宗教文学 就是神通的 这个神通呢 用来表法 来意义 真实的这一个境界 因为神通变化 是不可言说的 那既然他离开了 不可言说的那种境界 那么 我们开悟见性的话 那个叫做见性经验 这个静性经验 也是不可言说的 那既然不可言说呢 他就用宗教文学 来意义 来表达 所以佛经里面 所有的神通变化 那些神通的东西 感应的东西 通通都是在宗教文学里面 你不要把它解释到真实的境界 不然的话 你会随着他跑 随着他跑 那一个叫做什么 我们称之为 一文解义 三世佛言 就是从这里来的 好 现在 你当你 逗入到神通怪异的那种境界 就会 深陷到里面 永远无法拔出了 那么 就会忘说 霍福 会讲 一定会给人家看 看因果 你什么时候发生灾难 你什么 你前世是怎样 你前世是一头牛 你还是前世是 什么 哪一个皇帝来投胎的 怎样 就是讲这些东西 好 即是成老邪见 其实这个都是成老 成老就是一种烦恼 的一种邪见 故此法门立无恋为种 因此我们在这个法门里面 建立这个无恋作为宗旨 根本的宗旨 这个是第一项 它里面总共有三项 无恋 这个无助 无相 现在第一个就是无恋为种 好 我们现在看下来 下面这个住宿这个地方 所谓的百物不思 这个百物只是一种形容 所有一切的事事物物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心如木石 你百物不思的话 就像石头一样 就像木头一样 这样子 所有一切的事物 通通不动 念不思考 这个是史极的境界 不是佛法 所以佛法 你不要误会说佛法是 通通内心都不能动 不要动 达到了如如不动 通通不动的那种境界 就像那一个石头 木头一样 绝对不是 一定 这个六足在这个 他的禅法里面 最忌讳的就是 掉入到无情的那种境界 像石头木头砖块一样 通通不会动的那种 死极的境界 这个是最忌讳的 好 第二 一恋觉即死 别处受生 这个是以人死亡来欲说此 一恋灭绝 等于人死亡一样 必到他处在受生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意义 你一恋灭绝的死极境界 虽然已经没有生机 但却会再起他练 比如又到别处受生一样 所以这一个 一恋觉即死 别处受生 万万不要想到人 一旦百岁年老死亡以后 你会到别的地方去受生去投胎 你如果这样子去理解的就是完全 误解了六族的争议了 好 这个我们必须了解到一恋觉 就是讲你当下一恋 你当下一恋灭绝的时候 就是进入到死极空亡的那种境界 你不可能永远这样子 他还会在别处另外一个地方又冒出来 那个恋头会再生出来 欲言又再产生 那一个就是别处设生 这个就讲到你唯心之恋 我们刚刚有说过的 佛家所说的生死 无论哪里讲到生死 通通讲到你的生灭心 不是在讲你百岁年老死亡 然后又再去往生 又再哪里去投胎 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坚持要搞清楚 通通讲你当下一恋的维心的境界 好再看下来 这里是说明好像是断灭 其实还在生灭法中 你一恋死的时候 一恋绝即死 他不是断灭 因为他还在生灭法里面 你有死必定会有生 生跟死 死跟生 这个是对待法 鸾身兄弟 他不可能只是走一边 另外一边还在存在的 所以你的心 在一恋死的时候 他还会另外 哺乳节又再生出来 残门的说法 都是指示 当下之事 不会说到死亡 以后死亡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 切勿解说 为人死以后 再投胎他处 万万不能这样子去解释他 我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那么强调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 曾经 讲这一个六祖谈经 讲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都是认为人死了以后 会再去投胎 那个我在万道那个时候 就是如此的解释 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要强调 生死是讲你的生命心的生死 好 我们再看下来 第三 这个法意 这个残门的遁法 南宗的遁法 他的真实意 是指勿棄真如 你契合到这个真如自性的意思 这个就是法意 法意 就是法的真相真意 好 第四 妄说或福 这个就是指 虚妄讲说吉凶或福的话 这个在宗教界常有的 经常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在我们佛教里面 我们很多的佛教里面 通通都是认为说 有一个某一个法师好厉害喔 他我一去的话 他就把我什么事情 讲得一清二楚 我都还没有开口 他预先就讲出来了 他有神通喔 太厉害了啦 你就会起信嘛 所以 其实 在真正的禅法里面 禅学里面 绝对要禁止 不得说这些事 即使你偶尔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 真的有灵力 可以看到对方死向现前的啦 还说你三天以后要小心喔 会被洪水流走 那没怎样啊 怎么天气那么晴朗哪来的洪水 哪里知道第三天真的洪水爆发 为什么 因为你一讲出来的话 你会认为这个是真实的 尤其是事情解决了 以后真的发生的 你会加深这样子的信念 然后呢 你会不停的朝的这个方向去实践 希望有这样子的灵力会产生 那永远永远都在这个地方 你的境界就停滞在这个神通感应里面 你不会超脱的 你的境界也不会再超脱 你要知道喔 这个境界你如果没有把它放下 你永远会在这种灵力里面 就在这一个境界 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境界是偶发性的喔 它不是真实的 那么这样子偶发性的事情你要放下 你不能拿来用 你因为你用了以后 这个说不定你讲十次 有三次是真的应验的 那七次呢 没有办法应验 那结果怎么办 那个就是真的跟假的 希望的跟事实的混淆在一起 那么在这种情形里面 永远都是如此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耶 就恍惚恍惚惚惚的 就过了一生 永远都在这样子的情形 你如果说完全把它放下 不要去执着到这一点灵力 你完全都放下 你会转过头来喔 会浮现出你这个自性的境界 就是自性本无一物的那种境界 它会自然的呈现出来 那个就真正的悟到了 那悟到以后 如果说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浮现出来 要说不说都无所谓 但是真正道性很高的人 他也不会讲 不用讲 世间一切的事情 自有他的因果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不能忘说这一个祸福 好 就犹如神坛的那种灵媒信口开河 全身怎样来世又会怎样 根本就无从对症 一般你到神坛里面 他讲的这些东西 根本就无从去考究的 他说你全身毒害了一个奴仆下你 你把他毒死了 今生他来 现在就在尾随在你的身旁 要来抓你 所以你这个病永远都不会好 就是那一个因果的关系 那么这个人他就说 师父啊 请你帮帮忙 你要把我怎样化解 你这个化解不是那么简单 他很凶恶 要多少钱 几十万才有办法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这一点 你也不要去问那种祸福 我告诉各位 人生的祸跟福 不是突然间而来的 该来的他还是要来 对不对 该瘦的话你要去瘦 这个才是真正学佛的本色 不用去逃避他 不用去害怕他 好 现在一个问题 然而我们如果是禅门修禅的人 有这样子的人的时候 当之必已经着磨了 他会着磨 你着磨的时候 就会去讲人家 他人的这个吉祥祸福 我们以前有一个师姐 她去练了以后回来 她打坐以后 不久就真的气动 气动以后 她就看到眼前那个水 那泡浪泡湘涌 那个水很大很大 奇怪了 我这个门前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水 結果第三天 真的大水 淹到他们的门口 那个门庭 那个中堂 那个门口堂 通通都是一片汪洋 我现在说的是哪里的 这个是在儒州 有一个师姐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 他跟我讲这句话以后 我就跟他讲 所以你这一个境界 一定要放下 绝对绝对要放下 你不要以为说 好厉害喔 我一打坐一坐禅怎么 这个马上就有这个 这个正宴的 马上就可以了解到三天 以后发生的事情 通通浮现出来的 你不要在那边脱高兴喔 你一定要放下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那些祸福 你不能够忘说 这个六祖告诉我们 忘说祸福 即是成老的邪见 你会忘说祸福的时候 这个是在成老里面 在烦恼堆中里面的一种邪见 好 故此法门 因此我们这一个 顿门禅的这个法门 先立这一个无恋为重 好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一定不能够忘说祸福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论译 好 你当你面对一切的外境的时候 你的心 你这个心念喔 它是性空的 无所染灼的 这个叫做无恋 我们必须讲到无恋 无恋 无恋的意思就是 你面对所有的一切境界的时候 它的恋本身是性空的 不会有所污染的 那么这个叫做无恋 无恋 无恋这个是你本性 智性的当体的本来面目是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无恋也称为正恋 所以你当你达到了无恋 其实就是正恋的境界 佛法要达到正恋嘛 我们那个八正道里面不是 一开始就是正见正思有没有 一直后来就是正恋正定 好 那么这个正恋也就是无恋的境界 好 若以外境不明性空啊 你不知道外在的所有的境界都是无自性的 而身心动恋的话 那么那个就是妄恋的 看到好的想采取 看到不好的要逃避 要放弃要舍 那么这个叫做妄恋 或以静后欲想 是不是有人 当下不会有恋 但是过来以后会异想会回忆 刚才中午看到的那些境界 这些通通染灼的一种妄恋 都是妄恋 所以马祖道一他就这么说 他说一恋忘心 即三戒生死根本 好 这个很重要的 你当下的一念的忘心 这一念忘心就是生死的根本 我们现在讲到说要解脱生死 你那个一般的人讲到解脱生死 一定想到百年以后 我不要死 还是我不要再去投胎 就不会生了 这个是错误的 任何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死亡 也没有办法抑止他去出生 所以现在讲到 佛家讲到解脱生死 脱离生死 断除了生死是什么 是指现在的一念忘心 这个一念忘心 你一定超越他 你已经断除了这个一念的忘心 好 因为这个一念的忘心 当下就是三戒的生死根本 所以你要断除这个三戒的生死 就是要断除这个一念的忘心 而不是断除你不会死 也是或者说不会去投胎 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他就讲到你当下的一念 好 但无一念即除生死根本 你看这个讲得那么清楚 只要你除掉了当下的一念 那么就生死根本完全就解除了 也就是说当下的一念 是生死的根源 你有当下这一念 就有生死轮回 所以你解脱生死是解脱哪里 解脱当下这一念 如果你不从当下这一念去下手 而心想到了人死的时候 要照顾人死死亡的最后一念 你要照顾清明 不要有妄想 这个完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要死的时候你要去照顾 你怎样照顾 佛生生你都不想照顾了 要死亡的时候你才去照顾 哪有可能 所以临终的那一念正念 不是你现在要去想像将来要照顾的 而是要照顾你当下这一念 当下这一念你照顾好的时候 每一念通通照顾 你死亡那一念跟这一念同样一念 通通都在照顾 所以你就不会随着这个生死轮回而投胎去了 你当下就无念了 无念就没有生死了 那个根本就已经把它捏掉了 就除这个生死的根本了 好 刚刚说过的这个是从正法眼障第一简里面出来的 好 他在这个习心灵里面 他也说到 心想若灭 生死长觉 你的心想就是你的心念 如果解除了 灭了就解除 没有这一个心念的时候 你这个生死长觉永恒的 就完全绝了 灭绝了 不可能有生死了 所以你要灭除生死 是从你内心这一念灭起 而不是灭掉你80年要死的那一个要去灭 那个任何人没有办法去灭他的 好 再看下来 如此没有妄想的时候 就称之为无恋了 所以你无恋 现在六祖就告诉我们 你要从无恋下手 平常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恋恋的时候都要用正恋来看待 我们的眉恋 通通要用正恋来看他 好 再来 不与静上升心 就是说 对于所有所缘的那种境界 通通了达他是性空的 你不要以为说阿韩经里面讲到 缘起讲性空 他又没有讲佛性 又没有讲自真如自性 怎样都没有讲呢 他就讲你缘起无性 其实缘起无性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 当你发现到宇宙万象 通通都是缘起的 都是无自性的 你当下就已经见到了 你可以开悟的 好 再看下来 好 那么 所以呢 故不生石油感的那种心恋 什么叫做石油感 你任看到的 所有一切的景象 好的 你会觉得 这个太好 真实的嘛 那个叫石油感 这个太坏了 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恶 好 这个也是石油感 他不知道这个都是缘起的 都是性空的 都无自性的 所以当你真正发现到 体会到它是无自性的 是缘起的时候 这个石油感解除了 消失了 然而你如果只是百物不失 念尽除雀的时候会怎样 那是都入到空亡史极的境界 这个是要不得的 你不能够念尽除雀 把所有的念通通除掉 通通就像史极的那种境界 没有一念通通消失了 好 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史极就像无情的 好 枯禅死极 无恋反应 这个不是禅 例如 云州洞山雾本禅诗语录 好 里面他怎么说 好 看下来 这个是一个公案 诗到鼠山 好 这个洞山 去到这个鼠山 见到鼠山禅诗的时候 好 鼠曰就问他 如已住一方 又来这里作骂 就是说你已经住于一方 也就是说你就是一个禅穴的人物了 为什么你又到来 我这个地方来要干嘛 好 师对也 良界无奈一合 特来见和尚 这个洞山良界 良界是他的名字 他说我无奈 无可奈何的嘛 因为我还是有怀疑 我本身没有真正测误 还没有测误 所以特来见和尚 来求见你 鼠曰 这个鼠山就说良界 就叫他的名字 失应NO 哈 就回答了啦 鼠曰 是什么 好 就问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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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结果他无疑 失无疑 鼠曰 好个佛 只是无光焰 好的一座佛 结果没有光焰 不会反应嘛 就是指洞山 你就是本来就好端端一个佛 但是你不会反应嘛 所以你不反应的时候 没有回应啊 就是指怎样 就是百悟不思念尽除怯的 那种空亡史极的境界啊 这一个不能成佛 好 再看下来 这一个无光焰 堕在沉空完明的境界当中 非中下之禅 不是禅中的禅啦 好 曾有一位同学 以前有一个同学就问我啦 为什么会有恋啊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恋头会产生呢 明明不要去想它 它偏偏就冒出来嘛 这一个恋根啦 这个恋根本不是自己的意思 我本来就不要有这个恋嘛 但它却不停的涌现出来 如何才能断绝它呢 我曾经给他回答 你若停止它这个恋的时候 就是恋尽除雀啦 跟六祖讲的 跟六祖讲的 那个是断灭 佛法不要这种断灭的境界 恋不可以断 因为那个是缘起的一种缘动力 佛法就是在善导善于导向它 归入到正念来 这个是佛法 把妄念扭转成静念 升华成静念 静念就是正念 所以教下 教下就是佛教的这个 讲佛教的教理的部分 禅宗就是指中门 这一个是教下 就是一般的佛教 它用练这个式练处 练佛 练法 练身 乃至练八正道 练经练奏 就是在转这个杂念为佛练嘛 倒望练成静练嘛 这个以至正练现前 静练相细 这个就是一般教下的一种方法 如此佛道可成 你这样子的做佛法也是可以现前 好 所以佛家要的是正念 而不是在断练 这个一般的人 迷糊 错误就是要断除这个妄想 好 他不知道说应该转这个妄念为正念 好 这个我们心念的这个念的一种冲动 就是在五蕴当中的行蕴 我们分析它的时候 五蕴里面有一个行蕴 有没有 那一个行就是一直练密的进行 那个是行蕴 那个行蕴里面包括了我们的摄蕴里面的生理现象 里面有新陈代谢 譬如说你随便摆一下 这个会痛 那个已经几千万的细胞死掉 然后迅速它又生出来了 几千万的细胞又新的又生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新陈代谢 那么这样子的新陈代谢也是属于行蕴的 他都一直在转变一直在生化深注意念 那一个行蕴 从心理上来看的话 那个就是意志 我们的意志 意志它是一直在汹涌澎湃 一直在进行的 它不会终止的 它绵密的一种进行 即使你在禅定 你在坐禅 它在背后还是一直在流动 这一个就是意志 好 意志的这个动力 它是不可以断灭 没有办法去断灭它的 而必须加以导引变成菩提的宏愿 把它转变成菩提宏愿 我们众生它在哪里 它不是菩提 它是生死的流转 那一个生死在流转的那一个动力 就是现在讲的行蕴 那种生死轮回一直在牵引下去的那个夜 夜历在牵引在活动 现在要把这个夜历把它扭转 转变升华 变成菩提的宏愿来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里面的功夫 好 那么一切的这个动向 通通以菩提作为前导 这样子的话就是正念正思 正思就是正思维 好 我们再翻过来 这个六祖反覆叮铃 所谓的这一个无恋 只是在诸境上心不染灼 这个是无恋 而不是百物不失 念尽除雀的那种死疾的境界 若是一念断绝的时候 就像人死亡一样 并不是一了百了 而是有死必然会有生 所以仍然会在别处受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有死 你有死去的话 死跟生它是一体的 你不要以为我死了以后 不会再出生的 不可能 你死 你今天会死 就意味着将来还会再出生 所以你今天学佛一直想说 我这个是最后生 最后的身体 死了以后 我不再接受其他的身体 这个是最后的 不会再有另外一个身体 所以我不再投胎 死了以后不再投胎了 我就成道了 我告诉各位 你这种心态就是在生死轮回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死 还在死亡里面 所以一个真正能够解脱生死的人 他连死亡也不可得 他不会死 不会死的话 他就不会生了 当你开悟的话 见到了诸法不生的这种境界 无生的境界 你掌握到无生 他无生就无灭 当你死亡那一个 你根本就没有死 那个是假的 那个是幻象 你根本就不在意他 真正的人他就不死 他不会死 因为他 我从来就没有生 如果说我是存在这一个世间 我有所生 存在这一个世间 将来一定会死的 如果说你从来就没有生 你将来怎么会死 有生的话你就有存在 有存在有一天会灭亡 那你现在活生生的时候 你没有生的那种观念 就已经证悟到无生的领域 在无生的领域里面 他就无灭 就不会死 所以那个死亡 你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那一个就是解脱生死了 所以我刚刚说过了 有死则必定有生 因此一念断绝的时候 仍然还会再起念 还有念头再升起 那个是不得解脱的 所以这个 你不能把这一句 别处受生 解释到说 我现在死了以后 另外在别的地方 又再受生 又再出生出来 不要想到那边去 好 我们再看过来 因此 学佛 跪在能释法意 就是能够真正了解 洞穿了这个法的真意 也就是事得换意 虚幻得那种换法的真意 佛法指说这个法的实相 乃是虚幻而已 他告诉你 一切 所有的事事物物 乃至你的生命 都是虚幻的 没有真实的存在 当你误入到他是性空的 不实际的 我们讲到了诸法皆空的空 不是没有 不要搞错 他不是没有 而是指虚幻 虚假 不实际 无自性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 你 你误入到实相的时候 发现到他只是虚幻的幻象而已 好 一切的外境 乃至自心诸恋 皆是虚幻假象 而无自性 一旦你发现到 都是性空的时候 当下所有一切的法 就是一切事物 一切的信念 都是性空实相的内容 这个时候 所有的 一切法 你看到的一切法 乃至一切念 这个现在讲到一切法 就是包括了 看得到的一切形象 一切念是讲精神的部分 通通都是性空的实相的内容 所以 我们讲到 这个诸法的实相 不是离开了 这一切的现象 一切的信念之外 另外有一个实相 而是这个实相本身 它是显现在一切法相 一切诸恋之上 所以 一切诸法 那些法相 包括了一切诸恋 包括了一切诸恋 通通都是实相的内容 所以 以佛的眼光 来看我们这一个世间 整个世间的现象 身老病死 成住坏空 生住欲灭 种种的这些变化诸相 通通都是解脱的内容 佛不是抛弃了这些现象 身老病死的这些种种现象之外 另外有一个解脱的境界 不是这样子 而是 在这一个身老病死 身住欲灭 这种种现象 发现到它是无自性的 它是性空的 所以这些身老病死 身住欲灭 成住坏空的这些现象 通通都是涅槃解脱的内容 所以不用去害怕它 不用去打压它 不用去排斥它 当下即是 所以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就是这一个意思 好 我们再看下来 所以这一个时候 此时你不用去排斥任何的一法一恋 因为都是性空实相的缘故 六族它最后还说 云和立无恋为中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无恋为中呢 这个就是因为有些人口说尽性 而他的内心里面呢 在一切的境界上 却是有恋的 他是恋随境深 他虽然没有恋 但是恋是随着境界而生出来 生出来什么东西 生起了邪见 那么呢 世间一切的尘牢望向 通通通通的就是这缺口 尽…… 不断的涌现出来 所以 你不要以为说 我开悟了 我见到了 我成就了 其实还早 讲这句话的人 根本就还早 还在半路 本来性空的这一个自性 他本来就是本无一法 本来无一物 但是因为升起的自性值的时候 勿以为实有可得 认为我已经见法 我已经见到了 这个道我已经掌握了 所以也就忘说或福 等种种的诚老邪见 就是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的 所以佛陀在这个 这个六祖在这个地方 就给你堵住了 你千万不要走这条路 好 我们下面 再看本文 善之事 无者无何事 恋者恋何物 无者无二相 无诸成老之心 恋者恋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恋之体 恋即是真如之用 真如自性起恋 非言而彼舍能恋 真如有性 所以起恋 真如若无 言而色身当时即坏 这里要进一步 他又解释 把这个无恋 分开来解释 他说无是无什么东西 无什么事 恋是恋什么东西 恋何物 他现在开始讲解 无者无二相 什么是无 无是没有二相 就是超脱了对待两种相 再来 无诸成老之心 脱离了所有一切烦恼超凡之心 恋者 什么是恋呢 恋真如本性 他恋恋都在真如本性里面 好 真如就是恋之体 真如本身就是恋的当体 恋即真如之用 你现在产生那种种的恋头的时候 其实就是真如的那种作用 好 真如自性起恋 非言而彼舍能恋 他现在告诉我们 这个云尔彼舍身 这个只是外壳 他不会练的 真正能练的是精神本身 就是真如自性当体起练的 所以不是云尔彼舍身能够练 真如有性 他现在讲到 真如有性 所以起练 所以起练 好 现在讲到了有性 为什么是有性 我们不是讲到 这个缘起他心性是性空吗 是无实体吗 现在为什么突然间讲出有性呢 这个有性就是指什么 指缘起 因缘和合而有所练 这个是有性 是缘起而来的 所以他会产生这个念头 真如若无 就这个真如本身 如果没有这个缘起诸法来 和合的时候 若无 缘而色身当时极坏 极坏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会有所作用 好 善知识 真如自性起练 六根虽有渐稳结之 不染万静 而真性常自在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真如自性 会起练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必须要稍微 更进一步去理解到 真如自性 不是真如自性 当体他会起练 是所有一切诸恋 是依真如自性而起的 这里有依的意思 他虽然这个文言文里面 审列掉依 但是他这个是 依真如自性起练的意思 好 否则的话 你会误解说 真如自性会起练 那真如自性 他无缘无故 他会起练的时候 那你现在成佛 你成到了 突然间 无意识的 突然间他就真如自性 他突然间又起练了 起练又不是又在轮回了 所以他永远都不能究竟 所以这个真如自性 起练是缘起的 是因缘假合的 六根虽有见吻结之 这种种这些作用 他不染万静 不受万静万缘所污染 这个非常重要的 六根虽然他有见吻结之 就是六根本身他有作用 比如说你眼睛可以看 耳朵可以听 鼻子可以闻 这样子的那种功能 六根有六根的功能 但是他不染万缘 不受万缘所污染 为什么 因为法柱 法味 他原来如此 你的内心不动 无恋的时候 他自然就不受污染 现在我们会受到污染 是因为你内心自己起恋 你有恋的时候 就是被他污染的 你有实在感 有实在的自性 所以你认为说 这些东西有实性 是真实的 所以你就被他污染了 现在你发现到 一切都是性空 都是缘起的 所以你内心不动 不染万净的时候 真性常自在 永恒能够安然自在 这个就是你学佛 所要达到的一个领域 你看佛陀成道以后 到处桌游世界 带着他的徒弟到处在行脚 结果他所遇到的事情 多到比牛毛还多的 但是他内心都是如辱不动的 这个就是真性常自在 问题在这里 我们现在 你不要以后 我还没有成佛嘛 我不能跟佛陀相比 我现在还是凡夫 你如果这样子想 你永远都是如此 你不要以为说 你跟佛陀差了一大截 你要知道 心佛众生是三五五差别 你内心里面就是佛 即心即佛的一种境界 尤其是参禅的人 你学禅的人 你要有这种觉悟 你不要把佛放到西天去 太远太遥远 当下你的心就是佛 那么佛应是在这个世间里面 应当就是真性常自在 当你的欲言 遇到所有的缘的时候 内心动了 就知道说 我的功夫还没有到位 所以你还要赶紧快马加变 你还要再向前冲刺 就是说你已经达到不动的为目标 所以这一个真性常自在 是永恒经常要自在的 无论你走到天边海角 什么场合什么时段 统统要真性常自在 故经营 因此这个经典里面 能善分别诸法相 与第一意而不动 他现在这一句很经典的 也就是说 要善与分别 如果不善分别 你在分别的时候 被所分别的污染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坏的 你分得很清楚 但是好的你想要 不好的一让 不要 那这样子的话 虽分别而不善 现在讲到了善分别 就是说你虽然在分别很清晰 但是你内心不动 不受到他的牵引 不受到他污染 这个才叫做善分别 对于诸法能够达到善分别的那种情境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般若 你已经般若自开发出来的 能够分别诸法相的 但是内心通通不动的 在第一意里面 第一例就是最深最自给的法性当体 涅槃第一意的境界 内心是不动的 不受到污染 不受到牵引 内心是不动的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善分别 他不是叫你不要分别 不是叫你说你不要去圆一切的万物 就是说当你必须要生活 必须要圆这一个万物 色身相畏触法六境六成 你通通要去圆他 那么在圆这个六成六境的时候 你内心还是不动的 非常清楚 看得一清二楚的 男的 女的 这个对我好的 这个对我坏的 通通很清晰 但是你内心还是不动 这个才重要 不是说我看不清楚什么东西 我都不管了 我今天学佛就好 那些我通通看不清楚 不要去理他 不要去知晓他 你如果做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变成老糊涂了 所以他要告诉你说 你要通通了解 而且这个了解以后 你对你内心还是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才厉害 这个叫做善分别 而以第一意而不动 这样子才有价值 佛法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产生出来 你如果说万事不关心 什么事情根本毫无关你 通通不在乎他 其实那个不是不在乎他 是你根本就没有那个力量去处理 所以这个不是佛法 佛法的话 要处理万象 然后内心不动 这个才是善分别 好了我们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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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